大家好,我是工從團隊的Sean 今天的影片主要是想要介紹我們新款的真空鑄造設備 同時也會細說一下 如果你想導入拖拉鑄造這個技術在你現在自己的製程 但你預算很有限 你可以怎麼樣選擇適合你的機器 那我們先了解到拖拉鑄造裡面 它無外乎是四個環節 首先第一個種蠟樹 我們把蠟樹種好 接著第二個就是要做石膏的攪拌跟石膏的灌注 第三個就是我們要放到我們的高溫爐裡面進行高溫燒結 最後一個利用我們的真空鑄造機進行真空鑄造 所以其中兩個環節石膏攪拌以及真空鑄造 就是會用到我們現在桌上放的這兩台機器 首先這個石膏攪拌 俗稱的灌石膏 它會用到我們這個真空機 甚至呢灌到我們這個鋼管裡面的石膏 也會再利用真空機呢進行二次的拖泡 這個拖泡的動作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順利的把石膏液裡面的空氣抽出來的話 它會殘留在蠟膜上面 那這樣鑄造出來上面就會有一個圓珠珠 所以這台機器它佔有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關於這台機器的話 我們其實以前就有錄過一段影片 你可以在下面的說明的地方呢 點錄影片了解一下 它怎麼樣去做選擇 以及它的一個使用的方式大致上是怎麼樣 好石膏攪拌之後呢 我們會得到一個鋼管 裡面充滿了凝固後的石膏 那我們會把它放到高溫爐裡面去燒結 燒結完了 我們就會利用這個真空鑄造機 進行抽真空的動作 怎麼抽 我們把這個鋼管放進去啟動機器 那這時候呢 我們是從這邊把金屬液交進去 當你交進去那一剎那下面有吸力 這個鋼管它旁邊有一個一個洞對不對 雖然露出來是石膏 但是石膏它一定會有一點點間隙在 所以這個吸力呢 會透過這個間隙 直接把這個金屬液給吸到定位 吸到定位之後呢 就完成了我們這個所謂的真空鑄造 好雖然它是一台簡易的這個真空鑄造設備 但是呢 它也有不同的規格可以去選擇 在細說這個規格之前 想要跟大家了解一件事就是 這個拖蠟鑄造的技術啊 它的重蠟樹會有一點點的規定 就是我們這顆蠟樹 當你套進去鋼管的時候呢 鋼管的頂級周圍 你必須保持一定的距離 那這個距離如果過小的時候呢 當我們放進去抽真空的那一剎那 石膏就會破掉 那很可能你倒進去的金屬液就會流出來 這是最不好的事情 所以按照這個規則 你會有不同大小的鋼管要去選擇 如果今天你鑄造的數量比較多 像這一顆鑄造好的金屬樹 它裡面可能有100顆的戒指 那它可能就需要比較大隻的鋼管去包住它 可能你的數量不多 譬如說像我們這個皮帶扣 或者是這種小沙米的小公仔 它用到的這個鋼管呢 也不能太小 所以要看你的物件 不是說數量為主 再來如果你的東西真的不多 而且東西都小小的 就可以選擇像這樣的小隻的鋼管去做鑄造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不同規格的鋼管的選擇 所以你要去選擇的時候 就會有不同的規格型號 可以讓你去做使用 好 所以了解到了我們這個鋼管的大小尺寸的取捨 來自於蠟樹它的高度或者是直徑 有了鋼管的尺寸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行機器的一個規格的選擇 機器的大小取決在於它每次鑄造腳石膏的量 或者是鑄造的大小 簡單說如果是小台的 以我們這一個4乘5又4分之3的這個鋼管 它的直徑是抓在10公分左右 高度大概是14到15公分 所以以這個小台的話來講 它就是適合這一個最多一隻 當然小的絕對沒有問題 那如果是大台的像我們這台新的 它可以放的是就比較大囉 5乘7大概是13公分的直徑 高度大概18左右 這樣的尺寸也是可以鑄造一隻 那如果是這種4乘7 4乘7大概是10公分的直徑 高度大概17-18公分 它可以搭配這樣的系統一次去繳兩隻的石膏 然後呢分別下去鑄造 這就是它的大小台規格的一個差異 好聽完上書的說明介紹之後 相信你對拖拉鑄造會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尤其在於石膏攪拌的機器 以及真空鑄造的機器選擇上面 簡易款的會有一個基礎的觀念 那這觀念其實很重要 因為像我有一些客人 他們就是前面沒有這樣的概念 然後就買了這一套設備 結果後期才發現啊 我的量要多的時候 或者是物件變大的時候 變成這些設備要全部換新的 要不然就是要委外 找人家幫我們做這樣子 那還蠻可惜的 所以前面有觀念的話 你後面就不會有煩惱 好那最後要分享的是 如果你自己本身 想要投入拖拉鑄造這一塊 或是身邊有這樣的朋友 歡迎他跟我們的團隊洽詢 因為我們在這一個領域上面 已經有操作了大概四五十年的經驗 這些設備 都是我們設計在台灣生產的 所以它的後續的維修啊保固 這絕對不用擔心 甚至如果你是一個廠區 需要有人幫你規劃 不管是動線或是水電的配置 我們都有團隊可以幫你服務 更別說就是你買了之後 我們會有團隊幫你做手把手的教學 讓你知道怎麼去操作這些設備之外 也可以完成拖拉鑄造技術 OK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 如果覺得內容還不錯 幫我們分享給你身邊周遭的朋友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 關於拖拉鑄造的問題 歡迎底下留言讓我們知道 我們看到會盡快給你們回覆 謝謝你們的觀賞 訂閱